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 受到美國的影響 盤中下跌將近200點 那在昨天的直播節目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昨天的貴買指數 出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訊號 我們看一下貴買指數 它出現了什麼訊號 在昨天的時候 它已經出現了一個 空頭吞噬的訊號對不對 我這根紅K棒 直接被我的黑K棒給吃掉了 而且我是過高 但是我的指標有沒有過高 沒有 所以它是一個背離 背離乃圍超盤手支最大警訊 所以這裡有人偷偷的在落跑了 那是誰在落跑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就是一些內資跟主力 他們在做移轉移動 他們的資金從原本的一些主流圖群 開始撤退出來了 所以你要跟著這些資金 來做移轉移動 你不能在死報的過去 大家一直在談的那些概念股了 那已經落後了 那已經落伍了 新的資金它轉向哪一邊 你就要跟上他們的腳步了 那在行情拉回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句話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才能夠抓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在哪裡 每一次大跌每一次行情拉回 我都跟大家講說你不用怕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什麼時候你要去進場 但是在你進場之前 你要先把你過去買錯了股票 甚至有一些有賺錢的股票 先做一些持股上的調節 否則你手上一堆股票 你現在要怎麼再做進場 怎麼再加碼呢 所以操作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的 在進行的不是嗎 昨天我跟大家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的 現在最流行的就是什麼 漲價題材嘛 漲價題材啊 中國大媽他們在搶黃金 台灣大媽在搶衛生紙 那其實我告訴你說 現在所有的科技人都在搶什麼 都在搶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缺貨缺到一日三四 那有人還說下個月要再漲50% 所以呢股價 被動元件的股價全部都往上漲上來 是不是 那這個有沒有提前跟你講 是不是跟你講說是漲價題材 那你有沒有抓到那個漲價題材的族群 如果你沒有抓到 其實這一波你就落死掉了 你又失敗掉了 因為資金他早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就是往這邊在做移動嘛 我是不是跟你講 但是呢 你會發現說一些法人啊 你們最在乎的一些法人啊 他們的操作不像你們所想像的那麼犀利啊 這是3月1號的時候一則新聞嘛 3月1號的時候呢 有人說籌碼 國巨籌碼面遇到亂流 2月份借券賣出張數大增嘛 那我說我跟大家講說 他的大增金額有多少 他的借券賣出的資金居然高達40億耶 那他們為什麼要去放空 理由非常簡單 覺得說被動元件已經漲到頂了 但是哪一個人會跟你講說 哪一個人在那個時候跟你講說 其實被動元件還有很大的漲幅 是不是你前面這一個 那你今天 你在看到被動元件開始漲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外資真的很厲害嗎 他們現在是完全被公司派 嘎空嘎到一個不行 不是嗎 但是我們要提前跟你說 我們用技術面就已經跟你講了嘛 當大盤中錯的時候 股價逆勢突破 那時候大盤也是中錯的喔 然後呢 他居然突破了哪裡 2月23號的亮大黑區 亮大黑區 也就是說這一段 這一段所有買的人全部都賺錢了 那誰在佈局 明明這麼弱勢的股票誰在佈局 那為什麼又可以突破 突破代表說他籌碼變輕了嘛 對不對 避險基金大舉放空 籌碼反而更加穩定 那時候在什麼時候 3月2號的時候啊 所以你要舉一反三逆勢中的流星雨 我告訴你為什麼是流星雨 因為不會只漲一支啊 那是不是你看到所有包括華興科啊 日電帽啊 和聲堂全部都上來了 你有沒有抓到整個族群 那我是不是告訴你他是精神指標 那你可以看一下啊 他是2327的國具是不是一路這樣 砰就上來了 這樣一個波段上來你可以賺多少錢 一個波段上來你可以賺多少錢 我算給你看 我告訴你的買點在這裡 3月2號的時候 你在355.5元買進 一直到昨天508元 你可以賺152.5元 152.5元 也就是說你賺了一張高價股欸 但是法人是怎樣 他們是被軋空的嘛 所以這是籌碼面的問題 跟基本面啊 會有關係 可是關係不大 但是資金是不是已經先告訴你呢 錢先流進去了嘛 股價也漲上來了嘛 所以他是不是可以買的標的 但是昨天出現了一個訊號 我有跟大家講過嘛 他出現了什麼 過高背離短線過熱的訊號啊 過高背離 背離哪位超盤手支最大警訊嘛 當我的指數過高 當我的股價過高的時候 我的指標有沒有過高 沒有 當我的指標沒有過高 代表說 現在好像有一點 漲太多了 漲太多不代表說 他馬上就要結束他的漲勢 而是他可能會進入一個休息 因為我的指數表過快了嘛 我整個表漲到已經爆表了 所以我一定會休息一下 但是休息不代表說他要回落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先獲利了結一趟嘛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我有一個折訊 我跟大家講什麼 到底是買還是賣 3月22號的時候 昨天嘛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今天揭曉答案 506元市價出清 大家都可以成交在506元 3月22號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今天的國具啊 大盤重挫 他是不是就回檔了 重點是說 我為什麼想要去賣他 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看到的技術指標是什麼 而且我還看到的大盤 他今天可能會有壓力嘛 所以操作是由上而下 由大到小 一步一步來的啦 一面一面的去分析啊 你能夠抓到這個分析的節奏 你才能夠在市場上面 得到穩健的獲利嘛 同樣的 我跟大家講說 這檔股票也是啊 我們在34.6元買進的日電帽對不對 跟大家講很久了 我說缺貨效應他會爆發 當初我們在買他為什麼 很簡單 一個缺貨的收割者 我認為整個通路商 通路商他手上有低價庫存 所以呢 未來他的營收不會成長 但是他的獲利會增加 所以呢 你要抓點去買嘛 我的波段的強勢股 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兩次的 看起來是M頭 可是呢 你把費波南茲係數 拉出來算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他是一個 強勢整理的價位嘛 而且每次拉回都帶量說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買點 靠你去啊 然後呢 金流圖也告訴我說 他會有買進的訊號啊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爆 一直爆啊 甚至說你的K線理論 也出現了多頭吞噬的訊號啊 所以我從來沒有改變過 對他的看法嘛 我從來沒有改變過 對他的看法 我認為他就是有機會再往上攻 年前公佈了1月份營收 暴增到9億 暴增到9億 我說元月營收 他會利多會延後反應嘛 所以呢 年後回來 他開始暴漲了有沒有 已經突破到40塊錢以上啦 然後呢 40塊 我們就這樣停啊 不可能啊 一路的 一路的 一路的爆上來有沒有 漲價題材利差擴大 34.5元買進了到 3月7號的時候 年月初的時候 已經來到32%了 已經來到32%了 他現在反應的是什麼 未來會漲價的利多嘛 所以呢每一次震盪洗盤 震盪洗盤 是不是籌碼非常的穩定 三角收斂型態 我要買在法人之前啊 我買在法人之前啊 法人現在告訴你說 他可以買了 但是我們早就已經進場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超越法人 漲價趨勢不變嘛 波段獲利已經來到41%了 昨天再度大漲的時候 我一路加碼 我告訴你我已經來賺了55%了 一當股票就可以讓我賺55% 100萬你賺55萬 但是昨天我告訴大家 我有一則訊息嘛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有一則訊息 3月22號的時候 要買還是要賣 要買還是要賣 一個波段上來 你賺了55% 一檔股票而已喔 一檔股票而已 那這檔股票全部的 全國會員全部都驗證嘛 那我告訴大家 我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還是看好他 但是我知道大盤會回 所以我先做了一趟 我先賣了一半 我先賣了一半 未來只要有機會 我都會再把它接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電帽啊 今天就算大盤在漲 可是他相對來講跌幅輕很多 輕很多 早上你沒有 昨天你沒有賣 這樣一跌下來 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啦 但是我現在有一半的資金 我隨時隨地都會再做加碼 所以操作是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的 重點是未來資金 它往哪邊去移動 在3月6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了喔 現在資金有不尋常 不尋常的跡象 就是往生技醫療類股 來做移動喔 有沒有 原本不被大家 所看好的生技 居然有錢在買了 甚至說在3月7號的時候 生技類股 甚至來到成交量的前三名 在我金流圖的成交量前三名 為什麼 為什麼 有錢在買嘛 資金進場佈局的股票 才是最強的嘛 不管大家怎麼樣去做貿易戰爭 人的命啊 人命啊 是不可以去拿來做交易的條件的啦 所以這種醫藥類股啊 未來會成為資金的避風港 那你要選擇什麼樣的股票 我告訴你 你要跟上 跟上一個最強的團隊 現在已經是一個 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你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紅洋 祝您操縱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